安安 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想跟大家聊一聊 公司專案為什麼容易胎死腹中 這個事實上專案來講有時候是說開發項目 事實上胎死腹中一般來說就是研發 創新研發為什麼容易胎死腹中 我覺得事實上 當然我們今天講的是屬於算研發創新工廠研發 可能比較不是偏向藝術品或是說服務業這種的 單純就是說工廠創新研發這種東西 也不是設計 設計因為我今天這個東西固定了 例如我腳踏車固定 我只是把它來改大改小改長改寬 加個東西輪胎也太穩 輪胎也變色 一般來講是主要變動 那一般來講主要是什麼 是一個新的研發創意 事實上你說本身的技術能量這個是一個點 第二個來講我覺得還有一個蠻大的是什麼 就是到後面大家會有一點 已經不知道 就是已經做到後面已經有點上智了 不知道怎麼做了 這樣子有沒有 看就讓它爛吧 對不對就讓它這樣子吧 大家最後有一點就是 變成是有點心態有點崩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這個做不出來 就被定了 這個做不出來就被定這樣 實在有的人就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就一直沒有任何的一個成效 這個也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點 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的確有時候真的不是自己的問題 然後就被遇該迷藏 這有時候真的是很不好說 這很明顯 可是我們今天不是單純就講 我們講的比較深的 大部分來講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主要還是一個 我覺得專案來講 事實上各位事實上如果說在 看工廠的一種看酒的時候 會發現一個點 就會覺得說有些東西 事實上成不成不取決於人 就是說今天這件事情 你舉例這件事情交給這種很差的人 很好的人 我們講很好的人 不是說很當紅的 很好的人是說 就是我們很優秀的人 不是說認真 有的人真的就是撒勁 有的人很認真 然後就做一做 然後你就知道他最後沒有想 為什麼 他沒有創新研發 就是沒有那個能量的值 那我們假如說看這個人 就是說這個人雖然皮皮的 可是事實上就是他在他手上 這個案子可行 可行度很高 為什麼他可以去結合很多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這個就牽涉到人的問題 就是說好比說這樣的人 往往我們之前提過 這樣的人往往不會被公司所重用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他公司會覺得 他不是一個不安定的因素 事實上各位 在職場 大家會發現 在公司的晉升 我們之前一直在調到晉升 為什麼 因為晉升事實上是公司 加薪跟升官 這本來是一個兩大一個很大的 一個核心的誘因 這個來講 這是一個很主觀的 跟年齡表演比較 年齡表演是普遍的 但這種加薪跟晉升 就是很主觀 就運氣好 就一直升 那薪水就很恐怖 就一直加 說實在 他也不用跳槽 薪水就夠他家了 事實上公司也知道這種情況 公司都不幫他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假如公司不幫你升 然後主管在升籤之後 發現你沒有的時候 然後再等一下 給你什麼糖 然後給你說什麼 給你的面子 這有用嗎 完全沒有用 完全沒有用 因為代表他在這一次的 晉升保衛戰時候 他沒有給你 他沒有給你個A 或給你A加 他沒有給你個A加 就是說 這個人一定要升 沒有這樣 這贏過真的 絕對沒有 除非就是說你們那個單位 完全沒有人 如果還有其他人 那絕對沒有 那你說那時候還主管 巴了你 好像也沒有辦法 因為在職場出來巴了 你就心裡有底 就這樣子 大家哪天如果出車禍的時候 你看一看他 你要不要幫他按119 或10取決於你個人 你說怎麼亂叫 我們講的是實話 真的是實話 這是實話 人性我們常常講 如果說我們這是 就是我們 為經他人苦 莫勸他人善 就是我們自己如果做不到 我們想說你要這麼做 我覺得有點虛偽 就是人性就是這樣 你說他被車撞 我不叫救護車 可以吧 我表達我心中的怨恨 隨便你啊 可以啊 因為他的確都沒有跟你 這有時候不是說 尬拍音樂抖頭 我們講的是實話 因為我們他講的是說 這社會往往就是這樣 人家講實話 講太真了 大家都不要聽了 這種社會就是這樣 社會有很多人在講 我們題外話 社會上很多人在講 就是說 有些事只能做 不能說 有些事只能說不能做 當你拿握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人際關係你就可以長袖上舞了 但是當你跪了的時候 找幾年我就會了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好讓我們待會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是說 專案為什麼有些容易太死負重 第一個人 我就取得到人 我覺得人際關係 團體幾乎都是人 幾乎都是人 所以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 這時候 發現HR是在應徵人的時候 真的是愛得來動他 為什麼 因為老實講 找人隨便找 亂找 主管也是一樣 一窩蜂 所以事實上 老實說 事實上 之前我聽過一個理論 一開始我聽我覺得有點蠻悶 可是後來覺得 公司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讓這個公司幾乎重組 不是好 不是壞意思 我一開始講說 對重組 可是我發現錯 他的意思是 讓公司屬於一個 幾乎是一個大破大力的狀況 為什麼 他說讓真正要做的人留下來 然後開始起死為生 這個聽起來有點殘忍 但是也是這樣子 沒有做 所以事實上 各位來講說 就覺得是一個笑話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公司 把一些設計部門 把一些創新員分出去 為什麼 就讓他大破大力 因為那個是變數最大的 你一個品薄生產業務 那是穩定 但是裡面是有什麼 創新研發的這種 所謂研發設計部門 那是屬於最新的 所以他會把它成為主公司 講好聽是讓他怎樣 但是講好聽是讓他獨立 講好聽是怎樣 出事的時候 把他NNGG 沒關係 我們再成立一個新公司 這是蠻殘忍的一件事 事實上 各位要看到後面的刀光劍影 這要看後面的刀光劍影 的一個部分 大家來講就是說 的確 所以事實上 有時候事實上 你會說 可是你會說 那我讚了 那我們不要去 可是有時候也不能這樣 因為往往這種部分 會讓你更 在成長的過程中 會讓你懸長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是屬於豐富的 他不是屬於很單純 就是一種人事的一個點 他會覺得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平保 你今天是一個QC的單位來講 事實上 老實講 你在那邊做一段時間的時候 事實上對自己好嗎 我覺得 整體來講會有點損失 我們來講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這節目有講 所以有些人說 靠媽的 我就不是自己願意這樣的 但是我們要表達這個點 就是說 事實上有時候真的很想說 我工作又不是我不刻意這樣 我就被 就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 是這點我們必須得承認 的確 在職場來講 有些人真的就是 就混得不好 這點我們 唉 就覺得這種情況 那我們剛剛之前講了有沒有 像專案的一個 為什麼很太實物 有時候給那些當紅的人 有時候不見得會好 為什麼 他很會講 事實上我們要表達 我們今天也不講那些 太官免堂皇的話了 我覺得 很多觀眾可能會跳走 為什麼就是說 這些官免的話 我們不要說你 我們在公司長聽到了 我們要聽一些比較實用的 不管是正在當下的主管 還是公司老闆 我要聽當下 是用什麼 老實講 我覺得案子能大一個點 是人的點 再來就是團隊的組成 再來第三個來講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說 主管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有人說 就是均勻錯 我後來發現 事實上像這種所謂的研發來講 他事實上幾乎是客製化的 就是說他的單位事實上是客製化的 並不能因把組織固定石軸去用錯 他是應該因什麼 因這個單位的屬性 這一點類似像 各位如果有看過那個 那個以前那個新虎膽廟算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那個 那個 事實上在早期叫虎膽廟算 虎膽廟算的時候 新虎膽廟算的人也都固定 虎膽廟算各位如果有看到 虎膽廟算是那個 每次那個隊長他要找人 他說把一個人事的卷宗檢拿起來 他是依他的案子去挑當時要的人 所以他每一集的人事上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可是後來到新虎膽廟算的時候都固定了 因為可能騙手的問題 但虎膽廟算的時候 早期虎膽廟算是 例如說這個案子他需要三個人 他要挑三個人 需要五個人就五個人 人數是不一樣的 功能是不一樣的 這個事實上 我覺得是比較符合一個專案的屬性 就是說你因這個需要去調配這個人 可是最後一個點就是 你要確保這個人的部分的一個專長是沒有問題 而且協助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事實上這個我們來講就是說 今天如果把它放在台灣的企業 因為工廠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來這些人都是人才 來給這位主管弄一弄 案子一定垮掉或是什麼 主管就會說來請負責請處理有事回報 為什麼推脫 那你們說這主管人的問題 對啊 所以幾乎都是人的問題 所以老實講一個案子要成不成功 有的人說是老闆跳下去或怎麼樣 事實上有時候發現都是人的問題 就是公司來講是惡霸法則 事實上說一句難聽一點 我們之前一直講主事在招的部分 再有一個部分點就是說惡霸 你已經把惡挑出來了 那霸事實上就可以慢慢優化了 甲南田就是這樣子 可是一般公司會這樣嗎 不會 可是事實上很多公司會怎麼做 把惡留下來 霸慢慢消化掉 消化掉 然後再補新的人 的確就是 騰龍換鳥啊 這有點類似這種概念 可是這種東西會不會造成大的一個奔爭會 所以往往最後留下來都是什麼 都是一些崇尊爛雨 然後良寢就飛走了 都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這裡面事實上牽涉到很大的一個點 事實上我們要表示說 那裡很多人就說 那這樣對那些員工不公平 不是不公平 而是公司並沒有 他比如說公司才這樣 公司要踩遠沒有問題 可是公司不想踩 把他弄走 對 交給這個主管 讓你去把他弄走 對 他不想踩遠 就是說實在話就是說 沒有應付那個責任 就是說你今天把人家拆掉 人家員工摸一摸 你弄我有差 拆掉我OK嗎 但不是因為你弄我有差 要把我弄走 對不對 弄走的過程就會怎樣 我們常常就會看到了 譬如說今天一個大老闆要求弄走三個人 然後看那個第四個人不爽 自己再把他弄走 他們的主管會想說算了 反正你弄走三個人 達到你的NBO 你的KPI達到就好了 其他多弄走一個算了 就當作是這樣 我們再補新的人就好了 對不對 是這樣子沒有錯 所以事實上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有時候在整個的一種 專案的屬性會很容易開始補走 在某一部分來講就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 就是大家並沒有花心思在這案子本身 而是大家全力的謀取 這事實上都 我想全力謀取完的時候 人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不都是這樣嗎 所以事實上應該來講就是說 很多創研發的東西 事實上成立之後 他並不清楚他要做什麼 為什麼我們假裝藍基金 大家都是經費已經補助下來了 大家是不是寫了計畫 然後去申請幾年的補助案 對不對 然後公司出幾成 然後政府出幾成 然後開始做了 然後呢 公司一般都是做什麼 來小的公司什麼 把這些錢拿去什麼 蓋新的廠房 買新的設備 跟專案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然後就交一對員工寫印度紀錄簿 都是這樣的一個部分 都在騙計畫的錢 那你說事實上 政府也有責任 我們如果這樣講好像也得罪人 所以我們應該講說 有優化的空間 事實上我們來講 所以你說專案為什麼容易失敗 你帶了一個什麼人的因素 就有些東西來講就是說 很大因素錢不到位 然後那個什麼 有些東西要管理的問題 制度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 實人來講 就是說每一個專案來講 就是說舉例來講 如果這個專案來講 是已經規劃 我已經很明確要做什麼 事實上這個案子 成功紀錄比較大 但我想都是什麼 不知道做什麼 做就對了 然後我想怎麼 中央老闆就說做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真正的大老闆 結果大老闆說要做 他說做就中央老闆 做就對了 管他了 不做就死都了 做有沒有 以後出包死 現在不做 馬上被定死 做 都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專案主管是受薪節省 都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很難避免 那你說好 OK 國中央老闆說 OK 那你講那麼好 你來 今天舉例來 請你 如果說今天你做 你會怎麼做 應該像這樣 我們不能說絕對 但是我們舉例舉雜個比方 第一個這個主管是怎樣 大家的人品度 大家一定要能信任 如果這個人品 這個主管就是一個 推人去死的主管 對不對 就只能把他當趴回這種 老實講這種 老闆本身的問題 我們講老闆就是資本本身的問題 你為什麼把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今天這個主管他應該怎樣 所以他是一個 不要說人品好不好 他人品至少是沒有問題的 人品過關 然後再來什麼 記憶性復購 然後協調有一定能力 這樣就OK了 重點來了 他是不是要挑人對不對 好 舉例來講 今天如果你是要做一個材料開發 你要逆向一個材料開發 材料你不可能一開始做 你應該是逆向 逆向你要怎麼做 你一定是找相關的人對不對 這裡的人有沒有 你一定是這樣 場內的人自己找 不行再找我們 明明是不是可以 是沒有錯 為什麼 因為一開始場外的人 事實上你讓場外的人主導 會很亂 可是你如果讓場內的人主導 也會很亂 所以怎樣 讓兩個人並行去做 最後讓兩邊不斷的發酵 發酵之後自然就會有人這樣 比較優秀的人就會起來 就主導了 就是說兩個如果他真的很爛 你不能硬就是說 他很爛的人去主導 讓他們兩個自然去發展一段時間 優秀的人 如果兩個都不行再換 就讓他們自然去平衡中 就找到誰比較有產出 誰就來主導 我相信應該合理的過程 然後他如果有領導價值的部分 讓他慢慢的有這樣的領導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然後呢 再也就是說 再也就是怎樣 這樣的過程中 再也怎樣 我們在過程中 一定需要什麼 一定需要新的資源 新的資源這時候會怎麼做 第一個來講 就是尋找 尋找資源或怎麼樣 對不對 尋找資源有人就是說 在這過程中 事實上就會看這個領導 有的人這樣 企圖心很強 企圖心很強 能慢慢可以讓他增加他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他事實上代表他會願意學習 沒有企圖心 就是反正做 就不要出包就好了 那種就是慢慢讓他推到做Routine 甚至呢 如果說沒有太大的用處的話 讓他退出變化也沒有關係 然後讓這個部分 讓那個核心的人 真的是有核心的事情在做 然後主管的定期去看他的產出 重點我覺得看產出的過程 不是盯他 就說你別人出管這樣 他一個月一定要做出來 他做不出來怎麼辦 錯 你應該是要來講 你要來給他真的合理性 這個時候就要主管這樣 你要去理解他的工作量 合理性 合理性 還有一個蠻大的一個點 有些正在做事的人 他還要跟其他不做事的人做一樣的 例如決定 他比如說公司 不做事的人 每天都是很漂亮的寫公司 做事的人 榜都榜不起還是寫公司 所以他公司的品質就會很差 所以這時候應該把他拉出來 因為你是專案 所以你等於是跟其他有說 我這些人來講 這段時間我讓他拉出來 但是一定要看到產出 你的主管的工作就是 就是把他們的產出 削游出來 讓公司人知道 讓公司人知道說 OK 他們是有工作的 大家可以幸福 老實講 在一來一完工 這個東西才可以慢慢推 推到一個過程 一個起來的時候 你這個主管可以怎樣 讓這個裡面的小組的人 拉一個人起來 當小主管沒有關係 給他一個願景沒有關係 這時候就慢慢 這個東西就會活絡起來 這輩也會活絡起來 當他這個東西起來之後 公司可以讓裡面的人去寫SOB 為什麼 避免把他拔扶起來 這個拔扶起來之後 這個起來之後 如果他們做起來 給他們升官加薪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做起來 事實上他SOB也避免稻草 帶走 在過程起來之後 主管如果說 這邊升官加薪的人 都已經拿到他要的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覺得他不錯 讓他留的 如果你覺得他不行 讓他再去運用其他的案子 也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部門不行 你如果覺得評估起來 可能就讓他自己講 不行的話就讓他這樣子 OK 完了 魚骨頭一樣 我們骨頭先拼完了 肉再骨頭上去 這個是目前覺得是說 在整個專案的一個成年過程中 這樣子比較可惜 可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取決到一個點 這個主管跟公司怎麼去配合他 這蠻重要的 所以決定我們再講 假設這個主管 我們先講這個 假設這個主管 不一定是老闆 假設這個主管是老闆 至少是老闆的分身 老闆他已經看得到 看得到這個內容的一個點 第二個老闆是可以信任他的 對不對 如果這個人 本來就是老闆最好 可是這個人必須 說實際上 剛剛這個主管 雖然說人品好 要有功能 可是事實上要有一定的技術 如果他有技術其實更好 他甚至可以引導大家怎麼做 大家引導是一個過程 如果在這裡面全貌位都有的話 事實上這個雙鞋包裝 他的運作上 運作上會比較沒有問題 可是這就取決到一個點 那這樣的人 這樣的老闆 對這個點 可是事實上這個就是在講 就是你主事在這兒來講 就是一個基本功 說實在就是一個基本功 但我們 那你就講這些 對啊 我常常講說對啊 那這個能不能做 是可以做 這個是成為成為案例 有實際的可以做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來 這是我們之前常講的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為什麼花很多期 一直在講一些什麼 組織的容源 或什麼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這個就是讓你的組織 做進化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因為你組織進化之後 你的組織文化才會好 我們組織文化好之後 才會慢慢會有好的人 去展現他的頭角 這個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源頭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在講的我們不是在講好 實在真的用意是說 怎麼去讓你去分辨說 員工會有這樣的一個 籠原的一個跡象 讓你去 在你的你想要破釜的過程中 去抓到痛點 把它給拉出來 然後讓你的文化 慢慢好轉的過程中 你再去按著你來推 這樣會比較像 否則如果你的公司文化 是屬於一片死魚 一片混濁 一片老人狀態 你這個公司根本就沒有辦法 絕對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公司這樣 多做多死的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子的 說實在話 如果公司不願意去改變 最基本的公司文化 你說後面要怎麼組織再造 都好笑 都騙人 絕對都是騙人的 老實講 什麼顧問那些講的 我們今天講這句話 我覺得很容易會得罪顧問公司 其實講的都對 但是他都沒有打到痛點 為什麼 除非那個顧問公司 他撐接到的 看到的一個專案室 那個公司是情力 全力 support 那會很大 可是很多的顧問公司 他並沒有 他事實上也是在動作案子中 他可能就是 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 所以他可能講的是一種 比較沒有辦法 打到痛點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情況就會有個點 對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事實上我們在講就是說 為什麼說案子的東西 胎死腹中 那我們不能講說 剛剛講的 不一定能成功 我剛剛講的事實上 至少讓他案子可以順利的 他是合理的可以推進的 他是合理可以推進的 可是事實上會有個人 會有觀眾朋友講 你這個東西事實上是可以 但是如果用在這大案子的部分 不見得有辦法 因為為什麼 不見得有那麼多的 你如果是一個小案子 例如說可能一個團隊 五六個人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一個團隊大案子 幾十個人不見得有辦法 錄把報紙 是沒有錯 可是那怎麼做 應該來講就是這樣 讓這小案子可以慢慢成立 慢慢再把它匯集成一個大部 可是這個過程會不會很辛苦 會沒有錯 可是問題就是取到公司的文化 看你想要把你的創新研發 拉到什麼樣的一個level 如果要拉很遠 的確就要一個辛苦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快速分 也是有 但是事實上來講 這就是不同的客製化的部分 可是事實上各位有沒有關鍵 我們一直在講一個點 第一個企業文化的優化 第二個 火眼精心 你要挑對的人 讓你這樣 至少你不要挑錯的人 我們常常看到很專案 專案案子 往往都放錯的人 錯的事情 錯的主管 錯的思維 對不對 那往往都是錯的過程中 你說要忽然蹦出一個對的 老實講有一點難度 所以等於說我們事實上是用刪除法 把一些不合理不可能 不應該的東西給拉掉之後 讓它的成功率就比較高 所以事實上各位應該有發現 我們系列一直在強調出一個組織再造 可是我們好像並沒有講這個距離 來各位 我們今天講的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講的這一集 事實上是很多企業 要實行一個專案 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是一個方式 我們講這個是一個方式 我們極確很謙虛的講 這是一個方式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方式 還有比這個方式更好的 那我們願意吸而供應 真的願意吸而供應 對 你如果說我們是用灑魚網的 我們就是成立了好多案子 然後就一個成功就賺了 如果你是要這樣是沒有錯 可是變成是公司要花很多的成本 那我們知道很多公司是用創新研發 跟政府請單位 然後一次假設成一個5個部門 5個小單位組 然後去發 只要一個賺就賺了 不行沒差嘛 反正我們利用政府的錢 買了很多的設備 買了很多的廠房 反正公司也賺到了 對 一般都是這樣的思維 那其他四組 其他四組 被你interview進來的人 那最後不行 OUT呢 不過原本他做他很熟先的工作 被你調過來 然後OUT呢 其他四組怎麼辦 剩一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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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啊 公司就講一句 完成階段新人物 就是這樣 好了 可以換位置了 對啊 這樣事實上我覺得有點殘 但是如果是說 照剛剛的方式來講 事實上所被賦予的人 事實上他自己比較合理的 而且他事實上是在過程中 他是可以怎樣 他是可以真的是為了公司在做事 而且公司也可以確保他的 這個過程我們沒有講絕對錯 因為老實講 全台灣 台灣是一個中小企業 甚至是一個大企業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很活力的報導 說實在話的 成功的公司來講 方式百百種 千千萬萬種 沒有局限哪一種 對 但是事實上 如果公司會說 我當然知道會成功 可是公司來講說 我的成功好像再一次不見得會成功 為什麼 舉例 很多老闆會講說 我今天的成功 但是我好像 如果我再回光倒流 我再重新再來一次 我好像不見得會成功 為什麼 因為他會發現很多成功是性存者偏差 他的成功 可能是真的當初有一個拐腳 讓他踩對的點 如果當初拐腳沒有到的話 沒有這個時間點的話 沒有剛好踩到的話 可能就翻喘了 可能就翻喘了 那所以變成是說 他就會發現說 這個成功點好像是沒有辦法複製的 所以很多老闆才會講說 OK 那組織產業升級 組織栽造是什麼 就是你還要再成功一次 可是第一次你根本不正確 你怎麼成功 第二次你怎麼有把握 所以他會去尋求顧問 尋求法 一些專家學者 去幫他做比較有把握的事情 這才是產業升級 為什麼很多的中小企業 沒辦法升級的一個很核心的因素 今天這一集我覺得事實上是一個分享 因為我覺得事實上很多的老闆 如果看到這一集 如果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看看沒感覺 很多的主管 看看可能會有感覺 為什麼 因為這可能就是他目前公司 就造業的狀況 他不見人敢變成 但是會覺得我好像聽得懂 你逼著人家表達的意思 聽得懂逼著人家表達的意思 這樣子 那今天這一集來講 你說是講給員工聽的嗎 是 你講給老闆聽的嗎 是 你講給資方聽的嗎 是 你講給投資聽的嗎 是 為什麼 假設你是投資的概念 如果這間公司以這樣的方式在進行 這間公司的成長性很大 那舉例來講 舉例 這間公司已經進入十成城了 說實在話 不用到什麼技術面 你框這個部分來講 你投資部分會賺沒有錯 因為家裡以後 但是可能沒有賺的你想要多 那這是你的投資的首選嗎 他會是你投資的名單 但不見得是你的首選 所以今天這一集來講 事實上是講的面比較廣 可是事實上這一集我覺得 事實上 我們並沒有說一定怎麼做 因為方式有很多千百萬 只是說 我們只是在分析個點說 為什麼很多案子容易胎死腐中 為什麼 很多的點 那相對把這一點避開之後 是一定就比較容易成功嗎 未必 但是怎樣 的確是可以避掉一些公司 就採光採中一個點 那個單位可能就不行 對啊 所以事實上很多公司的 創新研報公司 他到結案就是說 計畫 假設三年好了 很多公司沒有到三年 到兩年多的時候 那個人都已經潰不成軍了 很多都這樣 幾乎都這樣 已經換了好幾文了 為什麼 終於崩掉了 崩掉了 對啊 那如果是用剛剛這樣的方法來講 會不會比較有可能推進 是 可是有人要講說 對公司來講 老實說 我們主要還是要圖那個計畫的補助費 不要那麼認真嘛 對不對 就好好的產出就好了 賺到就算大 所以大部分的資方 還是有這樣的錢 只是他不能明講 不能明講 絕對不能明講 但他那些反應講到就好了 OK 我不是笨蛋 我也知道 再亂搞 但是我就是 沒差 反正我只要這樣就好了 如果真的比較有心的老闆 他可能會這樣做 可是這樣做會很累 為什麼 他必須要去 support很多的點 不管是他自己輕力輕微 還是他自己去審第一關的一個部分 Anyway 或是說讓人員的意思挑走 這是一個點 但是我們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 你說這個來講適合什麼 我們要講就是說 很多政府來講 中小企業產業升級有點難 事實上這個方式 剛好真的是蠻適合中小企業 為什麼 我們之前節目常常講的 傳銷好掉頭 真的就是傳銷好掉頭 傳銷在這時候 發揮他絕對的優勢 但我們不能說絕對 但是我們只是說 他在這個情況下 在這個天使第一的部分 他的確是一個優勢 所以應該來講就是說 那很多來講就是說 如果大企業 反正我博師那麼多 反正我Try and L1沒有差 那我就可以繼續做 那當然是OK 以前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常常講 有些人在大公司裡面 有些人就是舉例來講 他就Try and L1 公司用很多的專案在衝跑 有成功了 就升官加薪 有不成功了 然後就默默無吻 然後就完全沒有升官加薪 那這個沒有成功的 這個案子的人 可能就是有點被 這個有點被 就相對我們講的 被犧牲掉這些人 可是他事實上還是在大公司 所以他可能覺得還好 反正薪資結構他也勉強 還丟過去是OK 這個都OK 但我們只是在表達 事實上 我們今天這一集 事實上講的 不能說神愛 我們今天這一集 講的還蠻乾淨的 我們講的乾淨是什麼 我們講的內容 事實上是還蠻 不敢說一真經理 但是還蠻清楚的 就是說 他的確就是目前很多的 不管大公司小公司 你講的幾十人的公司 或幾萬的公司 幾千的公司 總部幾千人的那種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點 我們今天只用很清楚 我們不能說清澈 我們要清楚的把它表達 很多如果說觀眾 都會覺得說OK 要理解 但這樣的事情事實上 他事實上主要是什麼 主要只是說 講一下或敘述一下 專案很多他實際上 遇到的一個真正的一個點 技術能量是一個問題 可是往往很多東西講 技術能量還沒有問題 還沒遇到的時候 人的問題已經把握出這問題 已經把握出這問題 所以事實上這可以 事實上各位如果說 政府官員如果說 有看到為什麼都刻斷激化 為什麼他人員流動力 幾乎都是在第一年 第二年的末端都會有高峰 為什麼 假設在年激化為什麼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幾乎到第二年的末端 那個人幾乎都走得差不多了 而且有的還把年代原本 自從公司其他部門調來的 也把他弄走 為什麼 因為搞亂七八糟 所以事實上 老實說 這個就是一個 政府單位會不會也知道這個 也知道啊 事實上 但是 就是一般講的 為什麼 這個說句更難聽 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就是 像灑出去的蟲子一樣 對不對 灑出去 只要有擠出國起來 我們就賺到了 就是這樣的一個紀律 這個是一種比較真實的一種情況 但事實上 不見得 能那麼露骨的講出來 我們今天這集 所以我們用種說 這個內容說實在是蠻乾淨 就是說 事實上如果 觀眾朋友 大家就可以理解說 原來很多的一個專案的部分 它的真正的點是 這樣子的可能性 但實際的通常就要看很多的狀況 當然就是說 事實上的人想就是說 可能性開完之後 再來去評估就是說 好不容易協助 你聽完這一集之後 或者你有感覺的時候 你在跟你的公司來做比較的時候 假設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那事實上應該怎麼做 可能你就會 因為你比較清楚真實的情況 你會比較好去著手 你想要去拿捏 你也比較清楚去拿捏 要不然事實上看到很多的一個老闆 二代老闆 三代老闆 他很想要做什麼 可是他永遠搞不清楚狀況 他永遠不知道公司的人怎麼做 我不知道怎麼去了解真正的一個情況 當時就是說 當你有辦法去了解公司真正的情況 你就有辦法得到一個 還原一個最可能的一個真實情況 你才有辦法好好的對身下藥 我覺得這個或許是一個 在組織蓋造或所謂的智能升級 或者說產業升級來講 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環 而這一環來講真的是一種 所以說一句話 他可能不是一個很豐功偉業的時期 但是他可能就是一個蠻關鍵的篇章 好 敬禮先生們來到這邊 bye